它于1920年竣工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口径的主炮 以及战列舰中最强的动力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都是日本海军的象征 当它建造出来后让欧洲人一度感到非常震惊 亚洲的国家也能造出媲美一流海权强国的重型战列舰 可以说对世界的军事史与军舰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一直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的作舰 不仅发出了偷袭珍珠港的指令 还参加了前后四场巨大战役 分别是太平洋战争、中途岛海战、西部沿海海战和莱特湾海战 并在战后参加了两次核爆实验 第一次核爆实验是在1946年7月1日进行的 于长门号西方600米上方引爆 可就算是这样 当时长门号依然没有损伤 1946年7月25日的第二次核爆实验 在长门号900米的距离引爆 但这也仅仅是造成诱咸约5度的倾斜罢了 那么如此坚固的它 性能又是怎样的呢 长门全长224.94米 宽34.56米 吃水约9.5米 装备有建本式涡轮蒸汽引擎 最高速度可达25.3节 并且还装备有4座45背径41厘米连装主炮 18门50背径14厘米舰炮 4座40背径12.7厘米连装高脚炮 10座25毫米连装机枪 以及三架舰载机 拥有这样强大的武器装备 不出意料地引来了欧洲列强的忌惮 于是在美英法义的胁迫下 日本被迫签署了华盛顿裁军条约 规定各国不能再建造拥有410毫米主炮的战列舰 因此长门与姊妹舰陆奥 英国的两艘纳尔逊级战列舰 美国的三艘克罗拉多级战列舰 合称为七大战列舰 可就在长门号建造之初 却遇到了造船上的一大难关 烟囱的排烟处理上有着巨大的问题 直到1924年正式采用了 藤本席九雄造舰的方案 将前部烟囱改成向后区区 直到最后顺利解决了排烟倒灌问题 而区区的烟囱也就此成为了 日本国民熟知的特征 在后来更影响了 日本海军巡洋舰的引擎制造 但长门号作为海军象征 它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 在多次世界级的大战中 现象跌升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 长门号战列舰 是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 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山本五十六大将的作舰 直到1942年2月12日 大和号成为新的联合舰队旗舰 长门号与姊妹舰陆奥号 共同编成第一战队 1941年12月2日 由长门号上发出了 登新高山1208的暗号电文 向出航的机动部队 下达了偷袭珍珠港的命令 日本出动飞机约360架 军舰55艘 连续两次猛袭珍珠港的 美国军舰和机场 击沉机商军舰20余艘 其中有战列舰8艘 击毁机商飞机260余架 致使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主力 几乎全被摧毁 据统计死伤达到3000多人 而在太平洋战争中 长门号陆奥号与大河号和武藏号 作为最后决战的主力舰均被谨慎使用 而根据这一指导思想 加上航速的限制 太平洋战争初期都没怎么参加作战行动 开战日本海军包括长门级 大河级在内的战列舰战队 因长期驻搏广岛的驻岛茅帝待机 而被频繁出击的航空母舰战队的军官 讽刺称为驻岛舰队 即使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中 日本海军几乎调动全部兵力 用于这次作战 一共动用了约200艘舰艇 其中包括8艘航空母舰 11艘战列舰 22艘巡洋舰 65艘驱逐舰 21艘潜艇 协助舰艇的还有600余架飞机 而长门号虽然被编入第一战队参加了战事 但是他依然没有进行战斗 当日军机动部队主力 4艘航空母舰被摧毁时 包括长门号在内的主力部队 尚在后面300海里处 直到战斗结束后 收容了加赫赤诚的生存者反国 长门号从特鲁克岛基地撤退后 改为停留在林家茅地基地 1944年6月 长门号编入机动部队参加阿号作战 在19日的菲律宾海战 马里亚纳海战中 受到空袭但损伤轻微 但没过多久 西部沿海海战开始 这一次的他将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劫难 战争最开始的调动期间 长门号被编入由力田舰南指挥的 第二舰队第一游击部队参加节一号作战 在10月24日西部沿海海战中 长门号被富良克林号航空母舰 及卡伯特号航空母舰的攻击机的两枚炸弹击中 一发破坏了多座机枪和第一锅炉舱送风机 这导致长门号被迫熄火25分钟 只能以三轴运转 而另一发则破坏了无线电视及餐厅附近 致使52名成员死亡 106名负伤 而在接下来的萨玛岛海战中 长门号向美国货航航空母舰进行炮击 为取得战果 于是只好下达撤退的命令 可就在这时 两枚炸弹向着长门号袭来 但万幸的是 由于在建造初期采用了最为坚固的材料 仅仅只是造成了轻微的损伤 后来在调查中得知 长门号在该日 共发射了99发主炮弹 及653发副炮弹 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句话 在战争中出现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更多的则是乘胜追击 1944年10月26日 日本海军撤退后 联合舰队受到美军的空袭 长门号被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 四枚炸弹击中 直接造成了38名成员阵亡 105名负伤 这一战 日本尽管动用了神风特攻队 也就是自杀性攻击的作战方法 在飞机上装上大量的烈性炸药 置于飞行员坐舱之前 一旦发现目标 就连人带机撞下去 其机头触及坚硬之物 立即发生剧烈爆炸 以最小的代价来阻挡敌人的进攻 尽管这种方式在现在看来灭绝人性 但在当时 日本军民早已被战争狂热分子所洗脑 纷纷以当选神风特攻队队员为荣 可就算是以血肉之躯抗衡 依然没有获得最后的胜利 莱特湾海战结束之后 日本再也没有能力与其他国家相抗争 1944年11月25日 长门号返回日本本土 回到神奈川县横须鹤港 燃料物资均不足 难以再次做远程航行 于是舰上的副炮被拆除 以防陆上 在战争剩余时间 一直停留在横须鹤 1945年2月 受命执行沿岸防御任务 6月1日成为横须鹤镇首府警备舰 其对空装备被搬上陆地 至此 这位日本海军的象征战列舰 已经分崩离析 1945年7月18日 长门号遭到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的 舰载机攻击 并被三枚炸弹击中 舰桥遭到破坏 舰长大肿干少将战死 直到战争结束 日本投降时 长门号成为可移动状态 且日本幸存的战列舰 但你以为长门号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不 这才刚刚开始 战争结束之后 长门号战列舰被美军接收 作为战争赔偿 移交给美国 1946年3月18日 被派往马少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 成为十字路口行动 也就是美军的原子弹爆炸实验的靶剑 1946年7月11日进行的第一次核爆实验中 原子弹于长门号西方600米上方引爆 当时长门号几乎无损 只有面向引爆点的装甲表面溶解 而对航行不构成问题 而在第二次核爆实验中 长门号距离原子弹引爆点 约900到1000米的位置 仅仅只是造成右弦约5度的倾斜 而它依然漂浮于海上 仿佛在展示自己的坚固能力 可命运却并没有因此放过它 1946年7月29日 长门号在比基尼环礁成为原子弹实验的靶剑 在实验中严重受损 沉默于海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